展岳 你有玩没玩 没玩 大忽悠 你敢不敢告诉大家 你那个速度加上什么速度 什么变着方向拐着弯 那个是不是忽悠大家的 那你说 你去王老师那儿 你是喝鸡汤去了 还是接受劈头盖脸的洗礼去了 你看 不敢说 心虚了吧 我最受不了你这种 忽悠了人 还让人把你当作神明的样子 左岸 展岳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把刚才那些什么速度啊 再给我讲一遍 那样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吗 对啊 左岸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算的 其实 你们都在干什么呀 左岸他明明是好意 怎么现在大家好像都在质疑他一样 我听不懂那么复杂的物理 就算他再讲一遍我还是听不懂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也听不懂的 但这不妨碍我们大家相信他 对啊 就是 住手 你们就这么相信了 住手 书呆子 你能骗得了他们 你骗不了我 我总要揭穿你 展岳 你闹过了没 走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赶紧 坐下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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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 你有事吗 左岸 你真的不用郁闷 今天带你回来之前 真的只有展岳他们几个人在针对你 大家还都是相信你的 我知道 你替我说话 大家都不相信他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呢 都是血亮的 你怎么可能忽悠人呢 就算把我打死 装进棺材里 我也要拼尽 最后一口气砍出 我不相信 那如果说 我就是故意忽悠人呢 你不用考验我不用 我说的是真的 作案 你 战月他这次猜对了 要不是你站出来替我解围 我还真有点下不来台 怎么可能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为了 班级的荣誉对不对 原来是这样 这就说得通了 作案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为了班级起 连自己的名誉都不顾了 太让人感动了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告诉 第二个人的 顾小满 没关系 你不要有负担 为了集体哪能叫忽悠人呢 那叫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是狭义精神 是我追求的至高境界 我代表我自己 谢谢你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 干杯 干杯 郭小满 为了集体荣誉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具有狭义精神的人是你 让我们班足球比赛获胜的 最大功臣也是你 我 快吃吧 一会儿冰淇淋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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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报名啊 报 等一下 我不考体校 我不想报名 小白 我知道你的梦想是做老师 但你也要知道 以你现在的学习成绩 梦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 总之我不想考体校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爸 我做不到啊 可是小白 你也没跟爸爸说过 说你要当老师啊 爸 没事 小白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梦想是要有的 但作为老师 我也得考虑你的综合情况 我们现在只是制定一个小目标 首先保证你得要考上大学 你说呢 我知道我一定要上大学 但我到底要上什么大学啊 唉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再和左岸做同学了 左岸要出国了 而我要去哪里呢 我快想到你 我快想到你 你到底知道 我的 pena 小白 這個沙特 我快想到你 你大便 郭小曼 你在吗 我在 你找我有事吗 我想问今天的数学作业 是2016年真题是吧 我下午那会儿没听见 你做完了吗 我正在做 是不是有点难啊 如果你需要 我现在可以教你 今天的题有些难啊 听说是这几年 最难的一套题了 你有没有不会的 我教你啊 刚好聊到这里 帮助同学吗 我要做作业了 拜拜 我爱你 来 赵老师 嗯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还是不想考体校 你真的想好了吗 嗯 想好了 顾小满 我真不知道 你怎么那么不切实际 你看看 这次小测验 你个儿科成绩都没有及格 你要再这么任性下去 最后落榜了怎么办 老师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的 他技术不太好 不能写太复杂 您好 请问左院长在吗 在的 谢谢 这个 落在台上 不是我们的 刚刚左院长的儿子来过 应该是他落下的吧 左岸来了 这小猴子你说 又三辣四 我给他送去吧 左岸 不说 你这东西辣了吧 谢谢 幸亏顾书巡逻仔细 及时发现 我刚才可是看了看 这里边都是你的学习笔记 真详细 有条有理 怪不得学习那么好呢 你看看我们家小满 打从上学开始 我就没见他在笔记本上 写过这么多的字 其实记笔记很重要的 既可以理清思路 又能突出重点 你这么一说书就明白了 就跟我们练武术一样 你得有个内功心法 你光会招数还不行 你非得有个高层次的老师 给你口传心受 你才能够武功大进 打遍天下无敌手 可以这么理解 真是个宝贝 你借我用一会儿 我去复印一下 拿回家给我们家小满 好好让他看看 看来我这个要求 是有点过分了 那算了 不用 不用了 没有 没有 顾书 只是 这个笔记 是按照我的思路写的 必须要由我亲自讲解一番 才能更好地消化 我也不能请你上我们家 去给小满讲 我可以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很能理解顾书 您担心顾小满的心情 距离高考还有两百多天 不管是我们 还是作为父母的你们 都很辛苦 我可以给他补课 但是 我的时间都被我爸安排满了 只有每周日的上午 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小时就够了 两个小时对他 有多大的一个提高啊 我可怎么感谢你啊 应该的 顾书 我和他从小在幼儿园 就是同学 你们俩在一个幼儿园 待过你都记得 怪不得学习这么好的 对了 顾书 这件事情 还请您对外保密 我跟谁都不说 作案要来给我补课 哪 哪个作案呀 还有那个作案 你还认识几个作案 就是你们同学作案呀 不是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爸 好 很简单 我在医院碰到作案了 小作案 给我们家想满补课吧 好的好的 就是 就答应来了 什么 爸 你不会是炸我了吧 你偷看我东西了 我偷看你东西干什么呀 那 作案怎么回来给我补课嘛 你是不是对他做什么了 有危险的了 你爸爸我是那种人嘛 他说作案来给你补课这个事 我也觉得他答应得太痛快了 不过这正说明人家作案是个 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哪像咱们隔壁那些展月似的 你小时候还救过他的命了 他现在还老气过你 展月 我救过展月 什么时候 你小时候你都不记得了 算了吧 不听这个事 小白 其实爸爸特高兴 你决定要当老师了 你决定要像你妈妈一样当老师 爸爸听了之后 你知道吗 你妈妈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 她虽然只是大专毕业 但是她 但她真的很优秀 爸 其实我只是随口 不说了不说了 快吃呗 多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好好学习 这回总案又来帮你辅导功课 你这考上一个好大学的梦想 肯定能够吃 对了 我这想起个事来啊 这是左岸的笔记 你看看 左岸说了 让你一定答应她的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既然每个礼拜能来两个小时给你补课 但时间还是太紧张了 所以在她每次来之前 希望你把她的笔记都看熟了 背好了 绝对没问题 左岸的笔记 左岸的笔记现在在我手上 左岸 停 别犯话诚 你要好好准备知道吗 你不能让左岸失望 我不能让左岸倒 свои换 您进去 把它习节 diz temperatura 交换 这 作词 marca 我 搜